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劝详日军反而被杀的女性,日军的丧心病狂连普金抗人也为这名女性默哀。 她就是嘎利亚,17岁就死在了日军残暴的屠刀之下,在这花样般的年纪里,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做什么,就命丧于此了,还未在这个世界上谱写更多属于自己的光辉事迹,就以戛然而止。 嘎利亚1928年出生在隋芬河,出生在一个旧社会的女孩,即便如此,她接受过正规的教育,精通中日俄三种语言,相貌端庄秀丽,闻人和善。 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,却因劝详日军而惨遭杀害,不得不说真的是天怒人怨呢。 故事还得从1945年8月9日说起,150万苏军越过中苏边境,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。 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所发生的事情,这群日军因为不甘心放弃这块苦心经营的阵地,同时也不愿意相信他们引以为澳大日本帝国就这么宣布投降了。 他们死守阵地,维护着所谓东方马其诺防线的天长山阵地。 苏军如我想在短时间内消灭日军,很难实现,因为严防死守,此地的地势又十分复杂,所以只能采取劝详的方式来减少伤亡。 此时精通中日俄三国语言的嘎利亚就临危受命,担负起了这份艰难而险峻的任务。 尽管嘎利亚的家人十分担心她的人身安全,认为一个小女孩不适合接受这个任务。 天真无邪的嘎利亚却反过来劝说母亲自己一定可以,而且日军也不是那么瞒不讲理的霸道军队。 显然嘎利亚低估了日军的狠心,在进入日军指定的阵地谈判后,日军拒绝其他人的陪同,只允许嘎利亚一人与日军谈判。 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谈判后,外面的苏军就听到一声枪响,嘎利亚再也没有走出来。 嘎利亚擦干眼泪缓缓地走向日军阵地,然而历经三个多小时的谈判,在一声刺耳的枪声后,里面的争吵声戛然而止,嘎利亚再也没能走出来。 此次的谈判失败,使得苏军十分愤怒,集中火力攻击日军,此阵地的日军仅存二十多人。 俗话说给脸不要脸,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